大家好,我是Dan 台湾的一个选秀节目 因为疑似抄袭男团ATEEZ的歌曲 而引起了粉丝们的争议 我们先来听一下两首歌到底像不像 首先这件事情在韩国还没有算盐上 目前只有在一个论坛被讨论 所以今天这个内容是根据韩国粉丝们 以及华语圈网友们提供的资料所整理的 首先根据韩国网友们上传的提文表示 在寻找创作歌手的台湾节目中 一组参赛团队的歌曲被质疑 直接抄袭了去年ATEEZ发表的Kirila 但最初被指责抄袭的时候 这首歌的作曲家对粉丝们说 我一天可以哼好几首歌 可以写很多曲子 我是有能力的 不会用抄袭这种方式 抄袭这个方式对我来说反而更辛苦 你们连土联米都不会的人 不能就这样质疑我们 不是每个人都懂音乐 你们先去学直笛 可能是编曲跟游击队通知性高 才会让你们听起来像 但编曲家不是我 今天要教育实在是太理想化 我有现场激辛作曲的能力 多脸蜜都不会的人 要教育会多脸蜜的人吗 要请不会多脸蜜的人去学直笛吗 总之最后还是对大家感到很抱歉 毕竟我是制作人 却属于尽到监督责任 让大家产生疑虑 为表达诚意也会将歌曲下降 但这位韩国网友表示 作曲家因为是以一种 几乎是教训的与其向台湾粉丝们道歉 所以就将事情变得更加混乱 然后不久后 这位作曲家再次直播并道歉说 我再一次再一次 很珍重的跟ATZ这个团 然后跟ATZ这些粉丝们 有质疑这首歌的人 然后也跟Kerila这首歌的作曲团队 再一次正宗正宗的说对不起 对我引起的这样子的争议 然后我自己身为作曲家 我没有去顾虑到旋律的相似度 再一次跟你们道歉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看他说的话 哎 不是 竟然能这样明目瞻胆的超可可 又不是收录曲 怎么能这样直接抄袭很红的歌呢 哇 连Rap的唱法都一样 ATZ不是一两次被抄袭上热搜了 我听了一下歌曲 完全就是一模一样 根本就是翻唱 我去搜了一下 这作曲家是惯犯 2017年抄袭了Beast的歌曲 承认后道歉了 看他之前抄袭勇军阳后道歉 这次一定也是抄袭 什么编曲的问题旋律的相似度 把人当成傻子吗 说实话歌曲真的是太相似了 对于台湾作曲家抄袭ATZ的歌曲争议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感动韩王的一个小短片 对于台湾作曲家抄袭 IT'S AN DREAM! IT'S A DREAMінAL L стол 字幕 structure with lightweight toys 彼ら目 release 步驟